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你們的節目主持Heany 還有我阿羅 是 三位 我們今晚的節目主題 我們上幾個星期又做這個又到父親節 就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我們現在這個星期又是一年一度的父親節 我們今個星期就講一下又到父親節這個時間 但又可以看什麼戲呢 其實一年一度這件事是有點斟酌的 因為在不同國家父親節是有不同的時間 在台灣如果沒有記載是8月8日 即是八八的意思 喔 這麼像那些五二零 好像是這樣 那就是一年來慶祝兩次父親節 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父親節 不過今晚我們講的幾部電影的父親都有特點 其實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這四部電影都是很特別的 那我覺得我們今晚的第一部電影就是 先講比較新一點 很容易找到的這部電影 就是這個 《親親吵爸爸》 其實是2014年出的電影來的 但是香港上映的時候是去年的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我也是2014年新丹師看了 但是遲了一整年才上映的時候 是很可愛 是獨立電影來的嗎 是獨立電影來的 是 成本不高 那些錢都多數都是用了在片酬 所以應該都算是獨立電影來的 這部電影就是改變自導演兼編劇 這部電影的導演和編劇 就是Maya Forbes 的一個童年經歷 她爸爸都是一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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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她自己的童年經歷 改編而成的電影來的 話說 Mark Ruffalo飾演的這個 CAM 一家四口表面是很開心的一家 但是 CAM 其實就是這個 躁鬱症的患者來的 這個躁鬱症呢 她那個時候是沒問題的 好像很開心的一個人來的 但是 當她一病發的時候 就 Mark Ruffalo 其實本身就是在做變形合衣的 在Marvel的復仇者裡面 當變形合衣發生的時候 當然會變身 但是Mark Ruffalo 這部電影發生就不會變成變形合衣 但是 反而是令到自己家人 就不怕了 就連鄰舍看到她 醋 又或者是很殷勤的幫她做事的時候 其實 總之一看到她的時候 都會掉頭走那隻 鄰舍很害怕她 那 這個情況呢 都令到 不單止 CAM 這個爸爸 這個醋爸爸 在日常生活 遇到很多障礙 甚至乎 其實連自己兩個女兒和老婆 都不太看得起她 其實都 即是說 爸爸有病 其實都不應該這樣看她 但其實兩個女兒都覺得 因為這個爸爸 其實都令到她的學校 遇到很多困難 有時候 那 剛才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那個器名叫做 Infinity Polar Bear 對不對 那 為什麼器名會和 Polar Bear 即是這個 北極熊 為什麼會掛勾呢 明明說 這是一個醋爸爸 為什麼會突然有 北極熊呢 關於他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 關於這個 醋鬱症 這個病症 醋鬱症 英文名叫 Bipolar Disorder 大家都看到 Bipolar 這個詞語 Polar的寸法 其實是 跟 Polar Bear 北極熊 是相似 所以 這個 器名可以說 是用一個童年的視覺 即是 Bipolar 這個東西 你沒什麼理由 是小時候 就能接觸到的 一個詞彙 所以 這個 解法 可以說 用一個童年的視覺 去看這個詞彙 即是 似乎是一層 有童真的童衣 會令到你覺得 就是 說回這部戲 如果 爸爸 這樣的款 有什麼辦法出去打工呢 即是你維持一家 四口的生計 你怎麼都要賺錢 於是 做媽媽的都要頂起頭家 但如果要賺錢 就要外出 就要外出 去另外一個省 於是這個醋爸爸 就要肩負著兩個女兒的責任 但是 都知道 爸爸是一個計時炸彈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會突然之間 很 亢奮 很開心 然後突然之間 又會突然 很抑鬱 等等的情況 於是 這個 對比和衝突 就變成了一個 都幾輕鬆的 溫暖的喜劇 是 那 作為一個成本不高的獨立電影 其實本來這個病患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開心的題材 本來不應該是 那但是 有一層 那麼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這個色系 啊 還有 那個戲名呢 你都會見到其實是一個 有些比較容易入口的糖衣 是 還有 就是可以令到觀眾 可以叫做 深入淺出的去看 Bipolar這個病患的患者 這個心態會是怎樣 這部戲是很溫情和輕鬆的路線 你們怎樣看 這部戲會花很多 我常常 他這部戲其實覺得幾優民 有些位 因為他 我覺得呢 剛才那些主角 不知道是不是很有錢 他船家是有個 不是 他的曾曾祖父 曾曾祖父曾經是 最有錢的人 所以他經常說他們很窮 我不知道他窮在哪裏 其實 他在家裡有很多的雜物 跳出來天才 做什麼都可以 挺有趣的 我聽過我 一個同事呢 講過 這個 Bipolar這個病 是很有趣的 有時候 就是躁和屈 兩個是一個極端的狀態 兩個都是 屈的時候 什麼都不想做 甚至是想自殺 但是呢 當他一有心機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是會做一些超乎想像的事情出來 就是有時候 可能是可以 簡單一點說 可能是 在家裡褪足整天 但是突然我想起 要撿屋 他可以是很快 幾難打你的地方 都可以 突然之間 清理好了 這樣 即是我同事 接觸過 Bipolar這個情況 大概 簡短的 跟我說過這件事 其實他 我覺得他都沒有什麼 明述過病況 其實這部片 對於他的病 那些詳細 會不會這麼嚴重 有些發癲場面 就是發癲 我覺得 這部電影 其實有一個 不足的地方 就是 你看到他 噪狂的時候 真的很噪狂 但是 比較少 看到他 屈的那一方面 屈的那裡 其實不夠 只會一人二人 而已 他這隻 他沒有很詳細 說的 他幾個有 Bipolar 但是 他是 有Bipolar disorder 這個 我就有待 考究的地方 的確是 阿朗 你自己怎麼看 老實說 我覺得這部電影 有點普通 就是 有幽默位 但是 都幾平淡 對我來說 嗯 不過 有一件事是幾欣賞的 就是 見到他那幾個小朋友 他們 我欣賞的不是那部電影 我欣賞那小朋友的心情 就是 雖然他爸爸是這樣 但是他也是很 如常地面對 然後 例如 他的朋友 是 他不想他父親接觸他的朋友 但是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都肯讓他父親接觸他的朋友 就是好像把他從他的生活 拉回他們的生活 這樣 這件事反而我欣賞 比我我做不到 的確 這部電影 因為剛才說 走一個溫情輕鬆的路線 其實真實的 Bipolar disorder 那個情況 其實患者 會被電影裏面 展示出來 是 的而是 應該 但是 如果看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對啦 Bipolar disorder 其實 近年都是上位的一個演員 對 就是在這個輕鬆溫情的電影 其實他演得都幾乎如其分 他演得都幾乎如其分 他演得超巴巴的那個拿捏 都幾誠誠 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 OK的 這部電影 因為他 我比較喜歡一些 好像生活化 好像 比較辛苦 才不是沒有什麼目標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來結局 可能都沒有說他變好 還是變壞 一個Live 我挺喜歡這類型的 嗯嗯嗯 其實 我覺得出道來 整個 嗯 婦女關 應該說整個 他對於這個題材 就是導演對這個題材 那個情感 其實是 我覺得是算是真摯的 整件事 就是說是同意了一點點 但是 都會看得出 他真的 都幾關心 一個社群的 患者 這個導演 他媽媽是黑人 我們怎麼有這樣的設定 一個扮演 他是黑人 我 這個扮演 沒有考究 這件事 但是 而且 為自己的 童年經歷 可能導演 自己本身是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剛才我可以 我可以導演帶給 一個人看 我看完他的樣子 我就覺得他的女兒 很像他 哈哈 是啊 今次 說到這個 親親醋爸爸 說到這裡 阿朗我們播什麼歌 哇這次厲害 真是播新歌 我們這次 因為呢 早兩個月 天后Beyonce 出了新碟 《Lemonade》 裡面有一首歌 叫《Daddy's Lesson》 其實就是說 她生活裡面很多東西 都是她爸爸去教她 其實都跟這套戲很配 兩個女孩 例如Beyonce 跟她的Sister 他們兩個 我不知道姐姐 不會想我說Sister 他們兩個 都是經她爸爸帶大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 那 這首歌 跟這套戲 那個 主題 其實都很 很相稱 我覺得 所以播這首歌 讓大家 一來聽聽新歌 二來就感受一下 裡面的氛圍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 第二支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第一節 講這個 親親吵巴巴 就是講老弟友Bipolar的問題 那這次這一部 其實我開始看的時候 我以為我老弟友老人痴呆 其實沒有的 沒有問題的 都是一種偏執 我一人到老年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講到這一部 其實都很新的 都是這兩三年的事 這部戲 這個《百萬獎金夢》 好像前年 還是去年頭 忘記了 14年 那時候才在香港做 總之有幾個州 英文名叫 Nebraska 就是內布拉斯加州 這個故事的主角 就是 這個老爸 Woodie 然後收到一份 這個 宣傳彈章 是的 其實打開一份雜誌 或報紙 看到你中獎了 嘩!你中了一百萬美金 嘩!其實 其實 如果以現代人 這個角度 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的人 都會知道 這是假的 這些宣傳 例如你可能 上某個網站 看到某個地區的人 等著你 這樣 你明不明白那個 我明白 地方什麼什麼需要什麼 是的 那些 那些 聰明一點的人 都知道 那些是假的 是廣告你的 不要中這些招 但是 誰不知 這個老爸 看到這一份 你中了一百萬 的廣告之後 真的 想穿越 這個 內布拉斯加州 想去這個 林肯 到 去拿這一百萬的美金 真的覺得自己是 這麼大的 甲蠟 隨街上跳 對不對 嗯 但是 除了這個 老爸之外 其實兩個兒子 和我媽媽 都知道 其實這個是一個 服 是的 但是 這個老爸 就很堅持 很堅持 要去拿獎 於是 做兒子的David 就 不想他老爸 有事 無端端 失蹤走 可能 我叫你今天不要去 但可能 第二天 老爸 就不知去哪 找不回 有可能 於是 真的跟他一起 瘋 可以說 叫 等老爸 寫一條心 是不是 而在這一段 去領長的一個路途中 Woody 是經過自己鄉下 甚至乎 當然 經過自己鄉下 探望自己的鄉心腹路 很正常 對不對 那 而 他也是 兒子也跟他說 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你中了一百萬獎金 很醜 還有 不要那麼引人注意 但誰知道 口風也是流出來 那 這個時候 Woodie 一說自己中了一百萬獎金之後 就 突然變成這個 小鎮的紅人 對了 紅了 但紅了之後 當然也是 被人揭發了這個真相之後 未揭發 未知道 但就覺得 啊 這條老爺 還有一百萬 那我可以在他身上 應該可以拋到 一些油水吧 應該是 或者是以前 幫過他的那些人 就出來了 就是這樣 就是有天 阿狼仔發了答 你千萬不要忘記我啊 這樣 哦 哦 就是類似這個情況 那 這個導演 Alexander Payne 就是 美國獨立電影裡面 是算是 非常出名的一位導演 那 這部戲呢 就是黑白色的 其實我們看 一邊展示給大家看 都是一些黑白的劇照 那其實這部戲真的是黑白色的 整部戲都是 沒有用過彩色的 那 那 加上這部戲的構圖 都相當之簡潔 很簡單 的構圖來的 還有用最平實的序視 這部戲 可以說是 啊 樸素的一部電影 但又很實在 這部戲的情感 就是 嗯 嗯 那 一說到一些公路的元素 其實 一個公路片 還有用黑白色的 色調 也有很多人都說 其實 Alexander Payne 好像是向這個 德國的 公路電影之王 是嗎 這個Film Fantasy 就是 就是 有很多人都說 覺得它 像是致敬著它 阿朗你自己怎麼看 趙可神的相似 很難我自不自禁 就是 因為他們說 黑白色 公路電影 兩個人去 踏上一個 旅途去找一些東西 因為公路電影 通常 那個 那個 那個套路 就是說 一個人好像遇到一些錯誌 或者是很想在一個 位置上突破出去 其實 我看Vin Ram 不是太多 但我印象中 Vin Ram那隻 是灰好很多 而且 通常找不到的 最後 其實這部電影 最後都是灰 不是 它有些正面一點 Vin Ram那隻 都是很灰 灰 好像很希望找 再灰過 嗯嗯嗯嗯嗯嗯 對了 那 踏上這個旅途 老爸 就說就說 真的想去領獎 但是 當故事發 心進了 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 他老爸 是似乎 想用這個 啊 獎金 我用獎金 和領獎 其實都是想 如果 就是 我就是 就這樣說話 沒辦法用引號 其實我想用引號 因為我剛才都說 其實是假的 這些東西 全部都不是真的 但是呢 他老爸就 很想用這個 就是領獎的這件事 可以說是 找回一些彌補 可以說是 因為 這部電影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 就是 他老婆 就是 David的 媽媽 就在電影裡面 基本上 從頭到尾都在 串著他老爸 都是在罵的 為什麼 這個女人很毒舌 但是 如果你說 老夫老妻去到這個地步 怎樣毒舌 其實都 不會傷害到大家 對 我覺得這個 夫妻關係描寫 其實 非常之紅 很棒 對 他老婆 經常都串到一個 就是 由她是廢中 到她是一個廢老 已經是一個 對 就是 這一筆獎金 其實 啊 老爸 都想說 可以說 用這筆獎金 告訴自己家人 其實我不是 一輩子都是這麼廢 因為 Woodie 比較年輕一點的年代 就是 尤其是她兒子 David 她怎樣看她的老爸 就是 經常喝酒 由乳酒問題 是一個 一事無成的 一個 男人 是 而她老婆 就是剛才我都說 我們剛才說到 是一個 經常都串 是一個 廢中廢老 是 嗯 她除了說 這個 兩夫妻的關係 寫得好之外 我覺得那個父子關係 都寫得好好的 就是 那個兒子呢 其實就 純粹是陪她瘋的 但是到後來呢 是 嗯 到結局 不如讓你說完 不如 看到結局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兒子 其實對她老爸 就真是可惡的 其實呢 做兒子的呢 本身呢 其實她自己也本身有些問 就是 有些 矛盾 有些煩惱的 工作上 和愛情上 都是 不是太如意 就是借這個 陪老爸去拿獎 的這個機會 來去 叫 散心 可以當是一個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 她想不到 在一些 她老爸的舊 香辛和街坊的口中 都知道 其實她老爸 和她自己 本來印象中的老爸 其實是兩個人來的 但就因為很年輕的時候 很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Derek的哥哥 於是 可以說 做一個人 就開始 走下坡 我想不到她的形容字 就開始 故步自封 就是 自己個人 是有一點 你覺得這個 公路片的元素 算不算 這個片 是講了很多 生活的問題 尤其是她的 親戚 我覺得很有趣 看電視 真的很棒 那兩個 叔仔 是叔仔 對 還有很多親戚 最後都一起 看電視 好像很無聊 生活不知為了什麼 其實她這個 很多人物都是這樣 很多煩惱 不知為了什麼 最後 過程都會找回一些意思 對 這方面她描寫得很好 還有她 剛才說她的夫妻關係 當然是很囂張的 那個婆婆 還有很有創意 我覺得眼窩她對著墳墓 腦袋 好像在底褲 那是舊情人 很囂張 但其實她是很照顧 那個老公 細節是寫得很好 尤其是結局 就是她的爸爸 進去醫院 其實我整部電視最感動的 這個時刻 這個真的很棒 這個 這個鏡頭真的很棒 哈哈 最後其實 都是很囤的 都知道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服 但是用一個 但是 爸爸都已經跟自己 鄉親父母說 我中了獎 那 如果回去 我沒有面子 對 很醜 我沒有錢拿回去 我沒有面子 對 於是 想一個很折衷的方法 這個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這條 是聰明之餘 但其實很感人 尤其是 Demo上寫著 一個Price winner 哪裡找到沒有 可能自己做 哈哈 這是很簡單的 一個想法 但是 很實在整件事的感覺 是真的 是啊 是啊 這個爸爸 其實整套戲 他都是很沉默的 他沒有什麼 就是 他對白不算特別多 他說對白 他都是一些 去反駁別人啊 那些 是啊 就是 一個普通 還有 顯出一個 很普通的一個 文室老爺 就是 就是一個文室老爺 哈哈 哈哈 但是 這個故事 有沒有 令到我們 有一些想法 就是 會不會有機會 如果將來有一個 阿伯 有一個很瘋的想法 可能叫你 一起上廣州 或者去其他地方 瘋回轉的時候 就是 無論幾荒謬的一個理由 就是 你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假的獎金夢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夢 但是 你會不會和他一起瘋呢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反思 我覺得是一個 是 就是這一部 八萬獎金夢 其實 這一部 我個人 都覺得是一部 相當出色的 這一部 我很喜歡 這部 很容易買到 我那時候 我在戲院看完之後 我等他出碟 我買了一部 你真的特地買 對 我買了一部 忠實的 是 對 這次的八萬獎金夢 講完之後 第二節 我們播一些 local 的歌 對 剛剛這部電器 有一部車 有一部truck 其實這部電器 車好像也佔了很多 每個人都在說車 所以這次我們播放這首歌是跟車有關的 不過是單車而已 但其實父親節好像真的 如果想起說父親的歌 我第一首歌我真的會想起單車 情緒上是單車 大家先去歌 我們待會回來講第三部戲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剛才說了兩部父親的電影 接下來這兩部其實都跟政治有關 這部戲是1993年的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根據Jerry Collins的真實故事 這個故事可以說是 是英國的司法史上其中一個都挺黑的黑歷史 就是當時愛爾蘭的一個窮小小 Jerry Collins 在70年代 因為當時北愛爾蘭和愛爾蘭的獨立抗爭 應該說北愛爾蘭的獨立抗爭 本身他只不過是一個無所事事的廢青 但是因為狐狸狐逃地 鼠涉狗偷地走進軍火庫 於是引發了一個衝突 於是他得罪了北愛的共和軍 於是他得罪了北愛的共和軍 於是老爸怕兒子在這個動盪的時候出了什麼事 於是他送了英國 希望他修心養性 但是誰不知去到英國 就因為那時英國對於北愛的共和軍 其實當是恐怖分子 於是又被一個警察 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捉了他 捉了他都不不知 甚至是嚴刑敲打 以及將他收監等等的東西 於是這個其實是一個挺大件事的一個冤枉 在那時來說 而老爸也是因為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 於是老爸是Pet Prosser來飾演 他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 他又致願地跟他一起坐牢 為了兒子有一個照應的保護 於是一起坐牢 當時這段歷史 其實如果聽眾有興趣 其實可以搜尋一下一個叫 Gilford 4 基爾福 4 人案 Jerry Cronin其中一個被冤的案例 英國為了打壓這個北外的獨立分子 其實都可以說不適地亂扣帽 甚至乎大家如果看這部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其實幾場的法庭戲 英國是為了打贏這個官司 其實是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 例如一些獵造證據 以及隱藏一些對英國自己不利的證供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 Jerry Cronin和他父親 在這個牢獄生涯裡面 其實是可以說受盡了很多斧頭 不是一個短時間發生的事 其實Jerry Cronin 由他被捕到往式 其實是經歷了15年的時間 這部電影是完全要看Denna David Lewis Denna David Lewis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保證 而且Pet Posso 也在這部電影中作為配角角色 我不知道他那麼容易演得 我最好印象都是異形教父 異形教父的教師是甚麼 牧師 牧師 人造人 不是 他不是這個 他是第三集的 不是 他第一集是真人 不是第一集是人造人 第一集不是他 是嗎 不是 他只是出第三集 是一個角色 好像是一個曲 好像是一個柱 或是太空船上的一個 是嗎 類似是 這個Pet Posso 和Denna David 兩個好戲之人 但Pet Posso 已經過了幾年 過了很久的一段時間 而這部電影的父親 等不到兒子 從樂自由的一天 其實就是 到了後段的一段時間 都已經是 過生 是真的 在兒子面前 在肉中死 在肉中死 已經是 有病 病死了 而且在他病死的時候 其實他還在為這個 呃 他這宗冤枉的案情 在奔波羅錄 其實是 而這部電影裡面 顯示出的 這個梁仔爺的父子關係 其實相對的時候 其實經常都在鬥氣 梁仔爺都在你串我 串你 但是呢 當 在一些生死關頭的時候 第一 好像拍膊頭 好像打死不離 父子兵的一個感覺 是 是 是 就是 這個心情 這個心情 是一個很矛盾 很 複雜的感覺 是 帶來到 帶出道理的效果 我相信 應該有很多聽眾 因為我們始終 是 說起 我們對父親的關係 就 沒有一個對 很多人 都親媽媽多過親自己老爸 我不知道 你不要這樣看 但是呢 當他在一些關頭的時候 你和你老爸又會突然之間 好 神灘地合作了 那 這部電影就是 有一種這樣的 有種這樣的感覺 這部電影很像佛宗教 這部電影都 即是現了聖母的父子 是天主教的 是 就是 他除了他有老爸 還關於神 因為他老爸是一個很虔誠的 教徒 是教徒 甚至乎是 對 但是呢 兒子本來是常常笑的 是 睡覺前 為什麼要祈禱 即是那個象徵是很有趣的 真的好像一個神 在你旁邊 你怎麼這樣做 你爹 你爹 是 整個象徵是這樣的 老爸好像一個神 但是呢 你是不聽到神的 即是 阿Deniel Delewis 做兒子的過程 都是 他老爸 幾苦得婆心說什麼 他是不理的 他就是 你很煩啊 我自己有分數 什麼 又成 但是 到真的 真槍實彈要上庭的時候 都很緊張 那 這個是一個複雜的感情 兩仔爺爺是會這樣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這個現實裡面 都會有 現實都會有很多 是的 都會見到這個情況 那麼 即是 去到 即是中後段的時間 當阿父親 即是含冤 即是過身 以及 一路打下去 這一宗官司 英國一個很醜陋的司法 那個情勢 那時候來講 是 真的黑得很 黑哨來的 黑得很厲害 是 即是差一點點 即是 就可以直接判 Jerry Conlon 是上這個 搞刑台的了 是 那 觀眾都會 即是看到這段時間都會 覺得 這個Jerry Conlon 真是無辜 即是 觀眾是會幫到Jerry Conlon這一邊 是 那結果 這個 女權 不是 不是 女的人權律師 Gareth Gareth 就終於成功 即是 去找到Jerry 甚至乎是 亦都是陪他 去到 一路 在這宗冤運的訴訟過程上 是幫了他很多 一路都幫他 是打到尾 到最後呢 終於是打得成 但是 聽聞 當年 Jerry Conlon 他們 即是 這四個人 出了獄之後 其實那個警方 都是很慘的 因為 因為 因為政府一路都不承認 還有 出到來之後 其實他們的生活 都是沒有保障 因為坐了十五年監 你沒有了十五年的人生 你出到來 政府都不幫你的時候 是 是一個很 找過找不到之類的 是呀 就是這個 這樣的慘況 但是 近年 政府都終於還回一個公道給他們 這個是一個 其實其實 都已經過了 都不止十五年的時間 即是 話說 Jerry Conlon 他自己都 由坐牢到 放牢 其實經過了十五年的時間 但是其實損失的東西 都不止十五年那麼簡單 這部電影 所以這部電影 其實在外面 都 如果有興趣 他們都說在HMV都會找到 很容易找到這部電影 我老師借給我 那時是十年前 我還讀近 所以那時有老師借給我看 到現在都還有很多地方 我都還記得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 是呀這部電影 是呀這部電影 介紹完這部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之後 當然也是想播放這部電影的主題曲 這部電影的主題曲 當然也是同名叫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演唱者也算是幾個來頭 U2的Bono U2的主音 Bono和Gavin Friday合作的一首歌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我們回到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最後一節 今晚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最後一節 嘗試講一下一些 我們比較少接觸的國家的電影 今次我想介紹一部 來自土耳其的 這部是2005年的作品 那時候我在2014年的亞洲電影節 那時候看的 那時候有一個session 是專門做土耳其電影的 我記得好像土耳其電影節 嗯 我記得好像年都有 可能我沒有留意到 我有一年看過什麼蛋賴蜜三寶 好像都是土耳其的 但是我在亞洲電影節 有一個土耳其的session 那時候是 那這部呢 2005年的 這部電影叫我父我兒 但是他的父很有趣 他的父不是父親的父 是姑父的父 那這部電影呢 那這部電影呢 在土耳其那時候 這部電影是2005年出的 但是其實都一直在 土耳其子本土裡面 是票房屋紀錄的保持者 聽說是 這部電影都很收得 那就講述 這部電影裡面的主角 就是阿薩迪 阿薩迪 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記者 本身一個 那 那 就在他兒子 阿Denise 剛剛出生的時候 就被人抓去坐牢了 已經是 那 那 坐政治牢了 那時候是 他是坐 那出獄之後 那麥薩迪 帶兒子 阿Denise 回去自己的鄉下老家 那 那 因為他鄉下老家 他自己的父母 全部人都在那裡了 那 但是呢 他老爸 本來一直都很抗拒阿薩迪 這個兒子回來 為什麽呢 那 其實他兩父子 其實一早脫離了 一個父子關係 為什麽會這樣呢 那 那 源於阿薩迪 在年輕的時候 他的父親 就想他的兒子 是 讀了大學 學成回來之後 去繼承副業 去做農業 是 無農 那 但是阿薩迪 在大學的時候 就學了一些進步的 即是一些先進的思想 那 於是決定 不去繼承副業了 那 就自己去創一番 新的事業 結果是去做一個 左派的記者 那 令到兩兒子也罵了 那 甚至說 薩迪 是決定 什麽都不管了 直接是離開了自己老家 就算了 那 薩迪 雖然 就為這個國家的未來奮鬥 但是呢 政變那一天呢 就是剛好 他老婆生得 Denis的兒子那一天 那 因為政變 也是令到 國家很多一些公共的系統 例如 交通 醫療等等 都癱瘓了 那 於是乎 都是令到 他老婆 即是乘不到的士去醫院 沒有記錯 沒有的士 沒有的士 這個 令到最後呢 保得住兒子 於是乎 後來也出現了 Denis這個乖 乖 出現 但是 保不住他老婆 於是乎 這部戲 其實 其實這部戲 我一直說 如果大家一直看圖 都會覺得風格很明亮 很多次是一部有這麼多 一些控訴的電影 而且路線 這部戲 是 逐一點的說 其實 有點像斯拉奇 其實我覺得 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前半段 我覺得OK的 其實 尤其是他開場 我覺得很好 嗯 即是他一開場 他老婆 已經是 刪登 就立即正變了 所以他就 那個衝擊很大 嗯 但後來他 說回他爸爸之間 那個事情 那個關係 就突然間 很老套 即是 說回他自己這一代 和上一代的一個 衝擊 一個衝突 即是他那個 他是有一些高潮位 但問題的高潮位 就是一些很老套的 轉折位 我看的時候 因為我看的時候 都覺得 有多少少像 我剛才都說 是斯拉劇 這樣的 一些套路 我也想到 他是不是生癌症 他不是 但他就是類似的 其實是有病的 本身都是 即是 為何要 突然把兒子送回家 就是 因為自己 過肺 坐下的時候 已經懷死了一半 即是 想 把兒子接回家 等爸爸媽媽 即是可以 接祭回他 其實 阿爺本身 就 因為 阿薩迪離開之後 是沒有再 和家人 和學戀 甚至 不知道自己 有個孫的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對孫子 都很抗拒 也不知道 這個小孩 學了他爸爸 多少成 什麼 五億的成分 等等 但 即是 這麼有趣 這麼乖 很難抗拒 還有 有幾段 關於 Denis 這個 阿孫的 即是 用他的視角 來看 兩代人之間 衝突 和矛盾 一些生活的細節 是挺有趣的 他很多FF 如果沒有記載 FFF 他自己的 阿爺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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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自己的 哥哥叫 應該是阿叔 叔公的 有點熟 熟 很華的 熟失的 不是 應該說是一個 鄉下佬直率的性格 鄉下子 因為他們全部 即是上一代的人 都是在鄉下 長大 於是 這部電影 其實都有 就是 見到很多 關於 一個出了醒 和在鄉下裏面的人 即是去看事情 即是一種繼承的 一些價值觀 等等的問題 其實都有很多主題 是想說的 不過就是 即是 如果大家都想看一些 輕鬆類的話 都 我覺得是 不錯的選擇來的 當然 也都是有些部分 是 我看那個時候 有些部分 是 很肉麻 師奶劇 那麼肉麻 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 那個年輕人 寫得不太好 我覺得他FF 都不夠 我以為他FF度 是有些少少 好像那些百年孤跡 魔幻寫實 那樣又不是 只用FFF 即是F一段 現實一段 即他不會說 用一個魔幻寫實的手法 來描寫那個年代 或者他們父子關 很有夢 即是他純粹 他FF 你這個家 有些時候 我不太知道他家裡做什麼 即是他為何要這樣做什麼 我同意 不太知道他家裡做什麼 即是他 例如他一家人去花香村 那段 好像變得走爛 那樣 有一段這樣的事情 但我是不知道他為何要這樣FF 明白 這個也是一個 即是通俗劇來講 是一個 都是有出現的一個狀況 他純粹是讓你覺得 好像這幕輕鬆一點 那種的心態 因為這部戲都是 在土耳其國內 是 因為那時候 我聽過一個 這部戲開場之前 有一個土耳其文化部的人 來了 即是有小分享 其實就分開 土耳其的電影 分開了一個叫 commercial cinema 即是商業電影 還有 art cinema 即是藝術電影 那這部戲 當然 我剛才說通俗劇 一定是放進去 commercial cinema 即是商業片的範疇 那結果出來的效果 他們那時候都說是 通俗劇 即是通俗劇 但是成績出來 大家都 都喜歡那個效果 其實很多 土耳其國內的人 都是 其實這部的風格 我想起 有一個 意大利的 講猶太二戰 那裏 爸爸的兒子 一起混在 這是一個 《法樂的傳遣》 《法樂的傳遣》 我覺得有點像 不是《法樂的傳遣》 《法樂的傳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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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覺得有點像 風格 其實有點像 老爸和兒子的關係 我們去年是不是有說過這部 對 有說過 我們去年就是講的 這部 很出名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想看這部 其實到最後 我都覺得 都算 OK的 感人肉厚 我自己都是 OK的 很難 有些肉麻 真的受不了 都是肉麻 TK字 很大 不會不好看的 你覺得肉麻 是OK的 我覺得這些 收貨的 哈哈 這件事真的 會變成一個 很膠的一件事 我開始講到 好啦 這一部 其實這一部 我可以在 Youtube上找到 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 但你什麼字幕先 沒有 沒有字幕 你看你有什麼 自己找 其實都找到的 字幕是會 還有今晚的這幾部電影 一年一度有父親節 我不知道大家會怎樣 即是和爸爸過這個節日 我不知道 即是 母親節就和媽媽喝茶吃飯 我不知道大家和爸爸的關係 怎樣 會怎樣 慶祝 如果大家都想和爸爸看一部 輕鬆的電影 其實這幾部 其中一部 都是一個相當之不錯的選擇 那 那 今晚講完這個 父親節的主題 那我們就 下個星期的主題 說這個 都是一個 近期的一個 其中一個熱話 都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 有沒有人 兩個星期 是啊 我們是否更新的 是否覺得 都是的 但不要緊 我們照說 其實下個星期 我們只剩下兩部電影 因為這個主題 比較難找到 那就是 關於這個 城大嵐樓的事件 不是嵐樓 是嵐天海 其實香港都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 那些死人嵐樓 是 之前碼頭圍杜嵐那一次 是啊 都幾年前 幾年前發生 但那次很大 是 整棟嵐了 是啊 經常都說 死人嵐樓 這四個字 但想不到 真的可以發生在香港身上 所以 下個星期的節目 就會說兩部 關於嵐樓的電影 一部 就是來自俄羅斯 叫做 危流如夫 這部電影 另外一部 都幾出名 這部電影 對這部電影 有興趣 千萬不要走開 那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都繼續落戲迷 最後中場的歌曲 我們就 選了這個 因為我父我兒這部電影 就好像 老爸欠一個兒子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最後選這首歌 都是跟老爸欠一個兒子一些東西 或者一個兒子去埋怨的 老爸有些關係 都是本地的 L.M.F L.M.F 我記得是唱很多粗口歌 這首沒有粗口的 不用怕 L.M.F. 我印象中唱這首 其實他們最出名的就是大懶堂 都沒有粗口的 這首叫債 一個字 債 就是欠債的債 是關於父親的 大家可以聽一下 好啦 今晚的節目 不過 軒尼好像選錯的版本 這個要說一下 我唱這個 是有業得行唱的 其實我原本想是 沒有業得行版 我原本想說 不要緊 因為我找到你的版本就是這個 不要緊 好啦 今晚的節目時間 就到這裡 各位關注晚安 拜拜